Hello 大家好 我是布什闷 2018年的第一个视频 有什么比购物分享更合适的主题呢 以上这个完全是毫无逻辑的强行intro 今天要讲的东西挺多的 但实际上呢 今天要分享的这些文具事物 基本上都是在2017年的年尾 就12月里面收到的各种各样的头位跟礼物 那因为12月的视频计划非常的满嘛 都做的是那些盘点的东西 所以就没有把这个视频安排进来 但是收获了那么多大家的爱 又很希望还是拿到视频里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我就今天录一个迟到的开箱分享这一类的视频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要介绍的东西 那废话不多说 现在就开始 第一样我收到来自唐钢笔的头位 唐钢笔最近出了一个新的颜色叫太妃唐 我想很多同学应该都已经见识到它的美颜了 我这次收到他们新的包装 我觉得比之前怎么讲要高大上好多 之前是走比较朴素的一个风格吧 然后现在你看这个盒子 它是藏蓝底的 然后在光线不同的地方 你会看到里面这个金色的纹理 然后外面有一个这样子的风套 然后把它抽开 之后这里有一个这个拉的地方 我其实已经上末了 但是我又把它放回去 想说给大家看一下它原来的样子 这个呢就是他们新出的颜色太妃唐 这个我觉得是近几年来特别 怎么讲特别火热的一个色系 就是这种棕调 然后带一点金金的这种颜色 连美妆啊时尚各方面这种颜色都出了很多 这个设计并没有改变 还是以前的这个设计 但是我发现他们就是有给我一个EF间 这个EF间换成史密特的了 之前是online的嘛 这个是钢间史密特的 比之前online的那个笔尖要好看好多 我觉得我已经有上末了 一会儿划了两下给大家看 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笔杆子上的盛世美颜 就是我这么旋转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材料好美啊 就是这个颜色 它有这种发银色的这个地方 然后又有金色 这种琥珀色和深深的比较像黑色的地方 这样整个交织在一起 我真的觉得很有那种太妃糖 但是融化了之后 就是搅成漩涡状的那种感觉 这个真的是颜值很在线的 它整个这个设计呢 都跟之前的几个颜色是一样的 那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这只星野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嘛 那现在这个太妃糖来了 我觉得星野的地位 可能有一点受到威胁 你们觉得哪个更好看一些 忘了讲了 这个盒子里面还有东西呢 这里是他们新做的一个笔套吧 这个的材质跟以前一样的好 有密有很美呢 好 现在来写一下 随便滑一下给大家看 我里面上的是万宝龙的太妃棕 那我这一只EF写起来 比之前的online那个版本的 EF间要写蛮多的 夏末是很均匀的 抱歉我现在站着真的很难写字 没有艺术家的那个份儿啊 反正我觉得在钢间当中 是属于表现很稳定的那一种 好了 不能再多啰嗦了 这就是第一样开箱 要不然后面根本讲不完了 这就是第一样太妃糖 接下来要出现的这一趴 全部都是来自乐乐妞的头位 谢谢乐乐 我真的是抓到什么就是什么了 因为我周围已经摊了一大堆 首先这个呢 是乐乐送给我的新做日历 2018新做日历 她觉得这个特别戳 我喜欢的那个星空梗 然后你就自己去换这样子 但它上面不同的这个星空的图 真的最好看 它实际上呢 是让你这样打开 然后它后面就会自动的这样吸起来 你就可以竖着摆在桌上 它作为一个展示台这样子 然后每周是什么 你就这样插进去就好了 然后呢是这个小可爱 这个是乐乐送我的molly 我一个molly都没有 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 有同学给我留言说 我的第一个molly起点很高 那也是要感谢我乐的头位啊 她说这个是我的梗 就是宇航员的梗 我真的觉得太可爱了 穿着宇航员的衣服 然后呢乐乐还有投喂我一个 超级性冷淡风的一个 冷灰色的金属夹 超喜欢这个 我直接有把这个夹子拿出来用了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太好看了 就是日常拍手上的照片什么的 就觉得夹在上面 感觉很高级 给你们看一下牌子哦 如果你们要搜的话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乐乐还有给我卷一大堆胶带 就是乐乐每次的投喂 一定都是有超级丰富的胶带贴纸 这个是一袋便签 这个便签蛮好看的 上面有写to do list 你可以写五条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date 然后就来了一个特别特别萌的印章 是之前他有问我要不要买这个 然后这是乐乐帮我买的 还是送我的 我有点不记得了 反正他有提前给我看过这个 是一个拉屎熊猫 就这样趣味风的印章 怎么可能我不买 是不是 我2017年有盘点 我喜欢的胶带里面 就有这个牌子嘛 这是他们后来又出的一款 我喜欢这个色调 所以就请乐乐帮我买了 再来呢 这个是乐乐给我的一个整卷的胶带 是本出家的 是不是那个星月薄荷 因为我看到好多人说这个 这个宅猫居的里面是这种植物 我好喜欢这一卷的这个画风啊 它是水彩风 但是颜色比较浓烈 然后有一点小复古 小颓的那个感觉 我很喜欢这一卷 然后呢 有这样的贴纸 烫金的 这里还有很多贴纸 我快速的给你们翻一下 我觉得这应该是A7尺寸的吧 然后是这样一个书签夹 我觉得这个太美了 是乐乐在Instagram上面找一个 好像是日本的手作人定做的 真的是花大功夫啊 这个里面真的有星辰大海 超级美超级美 然后下面是黄铜的 就是这样一个书签夹 非常貌美 然后这里又有一袋 复古风的变签纸 这个呢 是我乐写给我的信 我自己已经看了 继续是贴纸 这个好好看啊 这个那种太空感的太空梗 但是它又画的 其实不是太空里的那些东西 你看这个实际上甜甜圈 这个是糖果 里面这是一个地球 这个很酷 这是哪一家的 我不知道它没有写 这个呢 就是那种比较现代 徽章 牛票感的那样一个 黑白的贴纸 这里还有一个哇塞这个很好看 整个是一个浅紫浅粉 这样一个色系的 少女感很强 最后呢 是乐乐给我卷的分装 那我就快速的给大家看了 因为你们也知道 我是说不出牌子的 如果你们自己有喜欢的呢 就在弹幕里面 互帮互助好吗 谢谢 我要学我的朋友们 就收到这些分装呢 就赶紧把它们 都在离形纸上 拉条拉出来 要不然它这样叠在这个分装板上 你就是很少会想到要去看看它 因为有可能也不知道里面是长什么样子 我要赶紧把它们弄出来 哦 这一些是不是那 Hank的那几个胶带啊 真的蛮好看 嗯哼 OK 那么以上这些呢 就是乐乐妞小姐投喂我的 谢谢乐乐 再接下来呢 是来自灵灵的圣诞礼物 and生日礼物 第一样是来自Visconti的一支钢笔 现在我已经拿出来了 就是我手上的贼一支 有没有颜子报表呢 这一支呢是Visconti的一个钢尖钢笔 它的型号叫做维纳斯 它上面是这种乳白色和玫瑰粉色 交织在一起 有点大理石纹理的那样一个感觉 但是它们融合的非常好 就是没有那么明显的那种对比度 非常柔和貌美 上面这个应该是玫瑰金 还是什么金的一个金属的部分 然后它笔夹呢 就是Visconti一贯的这个桥的这个样子的笔夹嘛 它这里有那个犀利的这种抽拔式的 打开之后 它笔尖也是这种比较像玫瑰金的这样一个金色 上面有很复杂的雕花 我的这一支应该是 对 我这一支是F肩 我也给大家划拉一下 继续拿来刚才的小本子 我里面上的是万宝龙的薰衣草籽 这个钢尖 我没有用过Visconti的钢尖 我有一支他们家的金尖 这个钢尖的书写感受很妙 跟我用过的其他钢尖都不一样 比较有反馈感 依然是站着写 很难看抱歉 写英文好了这一次 那它的这个F肩呢 它毕竟是意大利钢笔 所以这个F肩会比我们日常熟知的F肩是略粗一点 但是我也有用它写中文爬格子 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我这个紫墨水在镜头上看跟黑色 黑色是什么 看着跟黑色是一样的 反正这个笔真的很颜值在线 非常的美 谢谢玲玲大礼 这个是生日礼物 玲玲的头位第二样是网红手杖 Hank出的这个张嘴就忘 那个牌子叫什么什么旗呀 反正你们知道的就是这个手杖了 这个里面用的这个纸具 说是一种八川纸 但是比Hobo那个要厚 我喜欢这个的纸张 它里面是 其实是这种很像Hobo排版的这种乐计画呀 然后是一日一夜的啦 然后旁边也有这个时间轴 就是A5的 但很神的是 它每一夜的这个水彩的装饰都不一样 也太用心了吧 有没有 真的很漂亮 就是手残档很适合的一个手杖本啊 就你不需要自己做过多的装饰 旁边已经给你弄的已经非常漂亮 但更神的是 玲玲的提醒下 我发现它有给每天想一个主题颜色 就是它这里有写Colors of the Day 给当天主题的颜色去起一个名字 我天哪也太会玩了吧 就每一页的这个下面都有 每一个的这个下面都有 这个手杖也太用心了吧 然后平摊啊什么都是没有问题的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网上搜测评 我之前有看到很多 因为这个手杖本 我觉得今年很火 这就是这样一本手杖本 挺厚的 像一本书 它不需要套书皮了 外面已经有这个了 好 这就是第二样 再然后是这个红的 特别特别正的 这个真皮的护照尺寸的天 更妙的是 这里还有刻我的名字 就超级用心的 我想就是圣诞这个期间 应该很多同学都在微博上 有看到大家po这个本子 因为玲玲超级用心的 给我们这些好朋友 每人都定做了一个这个护照本 它这个大红真的非常非常的正 拍照什么的 会看着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觉得现在镜头上的颜色显示 应该还比较准 当时我拍这个玲玲的这些礼物 开箱的照片之后 就有很多同学问我说 这个红色的护照本是 红色护照本是什么牌子的 它应该是在这个牌子定做的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是很多很多的素材 大家看到了 那先从胶带开始说吧 这个是夏米花园的一卷胶带 上面有周一到周日的日期 它有一点点日复 那个感觉的一卷胶带 这个呢 是MT的一个纯色的胶带 我很喜欢这个浅绿色 非常好看 这个也是MT的一卷胶带 镜头上应该看得清楚吧 它是绿色的底 上面有一些蓝色紫色的花 再来呢 这个是一个麻雀 这样的一个日本牌子的胶带 不知道视频上看不看得清楚 麻雀的一些场景造型 这样子的一个胶带 这个胶带叫做奇幻天空 它里面是 应该是 就是画的天空上的云啊 什么的这些 这个是日本的一个什么设计师吧 里面是那种日式的小房子 一个一个的小房子 很传统的那种 这个好有意思 再来这一卷是很重的一个水彩风 里面就是吊着的一些灯套啊 滑灯初上那种傍晚 比较晚上的那样一个感觉 这个我觉得拉条可能会很好看 然后这两个是超宽的 两个胶带 这个应该是烫银的 这个应该是玫瑰金的 有没有看到 它们都是自带离行纸的那种 然后下面是一些贴纸类的素材 第一个这个呢 是很适合那种做日程啊 那种感觉 它有一些小的这些贴纸 设计的很好看 这个也是A6尺寸的贴纸 这个风格还蛮独特的 很酷 然后这两个是素材包吧 就是你看它这里实际上有口袋 你可以往里塞东西 这个也是素材包 这里有口袋就这样子 可以给朋友装一点贴纸啊什么的 再来这个是它给我做的一些 变迁的分装 时间关系我不一一拿出来 给大家展示了 快速的吧 后面贴纸给大家看一看 都很好看 玫瑰也是胶带贴纸的大户啊 这一个我都不认识 我也没有重复的 太牛了 这个是绳结 但是它有烫金 烫金烫银的一些边框 这个太可爱了吧 这个太有意思了 这个是玫瑰给我的一个圣诞卡片 大家做好准备 立体的 立体的一个小森林 有没有 然后我林的字也是非常美的 我喜欢这样一个时刻 OK 那么以上呢 就是玫瑰给我的头位 接下来是著名 曲艺相声首帐博主 点点大佬 给我的一包礼物 是蛮早的时候就收到 当时也是没来得及 现在就发在这个视频里面 好 点点大佬 给我的东西应该都在这里 希望我没有拿漏 我现在房间就跟那个 小偷席卷过之后 一样的 就是非常的可怕 首先是这样一个 真皮的黑色 非常的禁欲系 非常的职场精英感的 一款黑色的笔带 是拉链这样拉开的 然后里面有一坨海绵 拿出来 觉得很适合上班族 就是放在包包里 很酷 而且这个非常lowkey 上面没有logo啊什么的 很棒 然后呢 它是两包分装 这一包里面是meatball meatball的各种胶带 这一包是这些这些这些的 胶带 抱歉我就不拿出来给大家看了 然后嘞 是一个好看的TN电板 它应该是在日本乐天的 和气文具家买的 这个是一个限定款的上翻本 Rodia的外面是格子 黄黑色配色的格子的 这样一个封面 然后就是上翻本嘛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 无数次的 只不过它这个封面 是一个限定版 这个超棒的 我今天刚刚又用完了一本 Rodia上翻本 这个是一个很酷的一组便利贴 打开之后是这样的 非常实用吧 它是这种牛皮纸的颜色 但上面又印了这种 隐隐的标点符号啊 或者树 有没有树枣啊 都标点符号吧 一些符号这样的纹理 我觉得挺酷的 接下来这个是 Middley的MD纸 做的便利贴 大家记不记得 我有做一个 用中性笔写字的视频 就是上面有写立体字啊 什么那个视频 我里面都是用一张一张的 白色的纸去写的 就是用的这个便签 因为我自己有一本MD纸 非常的棒 然后也是非常低调的一款便利贴 我现在很高兴 我有一本囤货了 然后就是点点给我写的卡片 这个也是Meatball家的贴纸 很可爱 它的画风 这个也是一个贴纸 是这种有点复古拼贴感的 然后上面有烫金的一组贴纸 很棒 那当然点点也有给我寄 他们最新一旦的打样 因为是打样 所以这上面并没有预切割 我就快速给大家翻一下 这一套好像很受欢迎 就是飞行梦的这一套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宇航员 这个主题 然后这个红棕色配深蓝色的 配色很高级 这一组我也非常喜欢 就是老爷爷 不是老爷爷 就是各种搞艺术的人的那一套 我不记得名字了 这个我有用挺多都剪的乱七八糟的 这是他们的一个A6的文件袋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 装各种A6尺寸的贴纸 以上是点点大佬的头位 再接下来是一大堆胶带贴纸 是来自Ashley她头位给我的 这是应该是她自己画的一些胶带 她就又有寄给我 让我试试看 这两个应该是比较新的两卷吧 我猜 我有把这两个拉条出来 我找给大家看一下 她这几个寄给我真的很早 我当时还有空就做了拉条 就是这样能看清 这个是那些熊的 各种各样的熊 然后我觉得最妙的是 上面她还有配这种衣服裤子什么的 我还可以自己给她身上贴 再然后是寻梦集里面的 它就是素材类的 非常美非常美的一些场景风景 你可以跟你自己别的一些素材 去做搭配的这种 循环也是老长老长的呢 看都是这种素材类的 我喜欢它的颜色 就是比较小清新 比较清清淡淡的这种 好 这是另一卷里面 这个就是那种 由红到蓝到粉 紫这样一个色调吧 我觉得这一卷巨梦幻 有没有看到 就云里面都有小星星 它循环真的好长 就这几卷来得及拉了条 这个盒子里面的 我不晓得是不是新品 我觉得我好像有 但是它肯定是又做了一个礼盒包装 打开给大家看看 这个里面有这个 这是一盒这个卡 对 它之前有给我寄过这些 但现在是一个礼盒装的 我估计 这应该是特点的一些内容 我觉得做成这样好 好高级 然后这一个里面 拆开是什么呢 是这些小工具们 是这个 它也有给我 它是贴在离形纸上给我的 可能当时是打样 所以它最后是做成了 这样的包装 很漂亮 估计里面是明信片那种 贴纸 A6尺寸的贴纸 Look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里还有日复 职域工作室出品 这个又是一套这样的东西吗 也是贴纸 特点的那种贴纸 哇 这是数字 这是画的欧洲那种房子速写的 这个也是还配文字 很好看 这里还有一个大的信封 大的信封里面是大的贴纸 很有道理嘛 就是这样 两张是很有欧洲那种风格的 我觉得 还有小天使这样子 这是这些特点的部分 然后这里面的胶带 这我都还没来得及拆 我只能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款式了 如果你们感兴趣 可以再去找找看 这个是那种黑白风的边框 这个应该是花草那种感觉的 这都礼盒装的 它里面包含这么几卷胶带 放近一点给大家看一看 应该就是刚才贴纸什么的那些风格的 大家喜欢可以去找那个图件看一下 我这个太不负责任了 我就外面的包装都没有拆 我现在就不想在镜头上拆掉了 因为拆了可能也看得也不是很清楚吧 反正它有做这样一个礼盒套组 我觉得这个点子很棒 尤其像那种圣诞的时候 你看美妆那些东西 不圣诞的时候都出大礼盒 我觉得咱们文具也可以这么做 很棒 很适合送礼物给朋友 这些是Ashley给我的胶带 我感觉好像还有贴纸 其实我有些忐忑 我不是完全版本确定 这些是她给我的 因为这些东西放在另一个盒子里面 但是我记忆中好像是她给我的 这个也是 这个是一个那种特点的信封 大家看一看 这个也很梦幻的这种贴纸 这个很好看 给大家看一下 是zystudio家的 就是纸域嘛 zystudio我刚反应过来 我天哪 我以为是另一家呢 那有可能就是Ashley给我的吧 这个是各种手 现在手的各种主题 我觉得很火 这个也很好看 红与黑的配色 这是比较小清新的那种感觉 好 这就是剩下的一些贴纸们 这一卷呢 是咖啡色的底 但上面是一些巴黎主题的一些字呀 什么标志的那些东西 最后这一卷也是巴黎主题 但是深蓝色的背景 这是极卷胶带 这个是一个paper bag 我特别喜欢这个橙红色 这个我还没有拆开看过 反正里面就是纸的袋子 他这里有写一个什么how to use 回头我在研究研究 最让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是 Marks给我投为了两本 待日期的手账本日成本 所以我其实很纠结怎么办 因为我不可能写完那么多手账本 那这两本真的太好看了 所以我就是一直把它们hold住在手上 想说在视频里先给大家看一看 说不定有些人还在选择手账 或者说想要了解这个牌子的手账 但是没有机会看到里面 所以我就想说先在视频里展示一下 但是我希望把这两本送给 就是做抽奖的奖品送给你们 因为我不可能写完 这个的封面一看就是我的菜 太好看了吧 我喜欢这个 就熟惠封的这个 我拆开给大家看看 我之前其实自己已经很好奇 拆开看过一次 我又把它放起来了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亮面的封皮 里面翻开 我只大概的给你们看 有月计划 月计划完了之后 就是不同颜色 不同纹理的notes 这前面是米白色的横线 然后是粉色的点阵 然后后面是一些信息 就是各种对照表什么的 这个本子不厚 非常的便携 我太喜欢这个封面了 到时候我会在微博或者在哪里 我到时候再跟大家通知吧 如果有同学正好需要再多一本2018的手账本 而且你不介意就是 一月已经过去一段时间的话 那就很好 你到时候就来参加吧 这个的封面 它这个地方是一个这样的开口 你在里面是可以放东西的 然后这个上面是那种蓝绿色的一个像 烫蓝绿 烫蓝绿的字 上面写的是 I will always make time for you 然后里面呢 它这边上都有每个月的这个标注 打开之后 前面是数式的时间轴 但旁边它有留三块这个点阵的区域 让你自己去 就是按照你的需求去写 那其实它在每个月的第一页呢 是给你这样的一个月计划试图的 我特别喜欢这个月计划 因为它在日子与日子之间 没有用线去区隔开 但是它的日期在这个右上角的地方 所以也能 其实是很清楚的看到 每天的这样一个布局的 这个呢 是比较简单一点的构造 这个是更完善 更具体的一个安排 那这两本 这个应该是A5 这个稍微小一点 就是这样一个尺寸的对比 那到时候我要怎么去做这个giveaway 我会再另行通知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就关注吧 那以上这些呢 就是来自Marx 再然后呢 是丁字优家的一些贴纸 胶带之前我在盘点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翻过了 我就不再翻了 那这些贴纸 我也觉得非常好看好用 所以在这里就快速的给你们翻一下 我真的很喜欢它在人物这方面的画风 这个熊 这个巨可爱 然后这个哈利波特迷们 在哪里 在弹幕里伸出你的双手 你看下面写的 我都要泪奔了 天哪 有木有有木有 重点就来了 这个是丁小悠同学 为我手绘的一张卡片 我当时看到这个就觉得 哇天哪 就是我都 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这个人 他就是我们 他是有我的微信的 我的微信头像是穿的那样一个衣服 但我下面不是这样光着腿的好吗 我有戴着帽子和墨镜 然后穿这样一个衣服 他应该是 是不是看那个画的 然后这个是Cody 这居然是一个选阿瑞的头 然后坐在一个椅子上 就是这么如此的时髦吗 这样光着腿 这样翘着 然后这里有一个大大的闷 上面写的是 我在你的心目中 是这样一个形象吗 excuse me 是吗 这个卡我太喜欢了 我真觉得太有趣了 就一看这个卡 我都充分能详 他是一个非常 有脑洞的一个设计师 就是不愧是画出 这些东西的一个人 太谢谢他了 这个我会好好收藏的 太喜欢了 天哪 我需要喝口水算了 把最后一个东西 说完这个视频 要分享的东西 就分享完了 谢谢大家看到的 这一大堆本子 就是我双十一唯一下的一单 就是在奇迹会品 加补这个TN的内心 那正好他们这个 他不是买Steelman & Burn的纸吗 他们这个纸又出了三种新的 所以我就干脆 把每个系列的都买了一下 那我目前使用下来 最喜欢的是Beta系列 当然我并不是鼓吹 说你们都去买Beta系列 我觉得你还是得仔细的阅读 它每个系列的纸张之间 是什么样的区别 是看哪种纸 适合你用到的媒介 我就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它封面都是一样的 然后包装就是这个样子 外面有一个塑料的套 它这个地方Series就是系列 前面这个就是不同的系列的名字 这都是不同的 给大家看一下 它新出的几个系列 一个是Black 就是里面的纸全是黑色的卡纸 这个是里面纸全是灰色的卡纸 我记得还有一个的 我跟你们说 我最喜欢Beta系列 所以我Beta的囤的很多 然后就是新出的这两个 Beige 对 还有这个Beige 就是暖色 暖灰色 怎么讲 Beige 就是Beige吧 就是这三种 哎呦我天呐 就这三种 有色的纸 就很多艺术家喜欢在这种纸上 用彩色铅笔 和不透明水彩去创作嘛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所以我就也各来了一个 想说试一试看 然后顺便就也在他家买了 这个黑天鹅的画笔 年终盘点的时候 我有给大家讲过 这个就是毫无疑问 我现在用过的 最喜欢的水彩的画笔 超爱 哎呦我的妈 喘一口气 以上就是今天我想分享的 所有内容 估计还讲掉了一些 之后发现又要很后悔了 那非常感谢送我礼物 给我投喂文具的小伙伴们 品牌们 非常谢谢你们 那希望2018年的第一支视频 大家看得愉快 我以前是不爱在视频里 说那些话的 但是我发现 说那些话真的还挺有用的 所以呢 希望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收藏 转发投币弹幕评论 关注我 把这个视频发给你的 同好你的好朋友们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